大家好,又是 GameplayHK,我們繼續玩 Unpacking 大家好 上集我們收拾房子,收拾了一整天,未收拾完,收拾到今集 今集最後都找 Boris 出來一起收拾殘局 如果大家有小朋友就知道,現在小孩子很忙 他上集說要看書,今集就說想練多點琴,他真的很喜歡彈琴 我現在去練琴,如果你們玩到差不多完就叫我 好,開始了,繼續收拾殘局,收拾樓上 喜歡這個遊戲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觀看 嘩,BB一間房子 Jane,他哭的話裝聽不到 好,真可憐,BB喝夜奶吐我整晚哭,沒有人理 應該戒夜奶才分開房間睡 正常應該是開門的,真的要聽到才行,因為要安全 這些書我覺得放在BB床是可以的,但我不知道這遊戲的設定是怎樣 那玩具就照樣放在這裡 那盆花應該要拿走,那盆花應該要換片的吧 那就放在旁邊的櫃頂上 其實很多書啊,要不然這樣,不要太多了 好像真的太多了 寶寶仔衣服就放在櫃堂 好快戴啊,小朋友 這些衣服其實這麼可愛,他們穿一會就要換了 好快戴啊 先開這個 都是玩具,全部放進去 他沒有睡 床頭燈 哎呀,那隻小豬啊 這個東西,你看 加上一條絲帶 不如放上層架吧 我想陪他,這兩個 越來越多,睡哪好 坐初發吧,BB 對呀,BB坐初發吧,這裡放玩具 對呀 太多了 真的多到這樣 這麼多玩具 有時候真的沒辦法 因為始終有小朋友 可能朋友都會送的 因為小朋友都會很快戴 有些玩具 玩了玩,又很新正 我覺得是可以送給有需要的人 玩到他們不玩之後 真的太多了 玩具 要放上沙發 剛才才叫BB睡沙發 沙發 沙發沒有睡,睡地了 真可憐 哎呀,不要太可憐了 這個東西用來放什麼 它一格格呢 如果以我的角度 我覺得像放鏡頭 都很像 在相機袋 不過我覺得是放奶瓶的 但沒理由又放那麼多奶瓶 出街用嗎 我不知道 小朋友的奶瓶 怎麼樣,可以放在這裡嗎 好吧 好吧 換片用的 這個一大盒撕匙 拿走一本書 沙根 用很多的BB 真的有點回憶 我們臭小孩的回憶 放了你 對呀 都是主角的插畫 奶嘴 不是所有小朋友都用的 有些真的要用奶嘴才睡覺 有些就不用的 沒有,其實都重要的 因為保暖 尤其是外國更加要 冷的 這個像是BB女 又是玩具 又是玩具 我先放一個在這裡 嘩,多到這樣 好了 嘩 應該是有26個 這個是尿片 這樣 為什麼好 尿片放在 機仔下面 不可以 垃圾桶放在這個位置 換完片就扔 有些東西 OK,打開了 好像牙膠那些 很多 搞得真的想亂砍 這個哄寶寶睡的東西 其實是否可以放在地上 我覺得地上應該是讓小朋友到處走 很難到處爬 嗯 所以玩具放在地上 我想可以 一會兒這樣 待會看看是紅那個 好嗎 我們去浴室 好啊 嘩,大到 還有一格 你看這個是什麼 我按了 好 洗衣房 有洗衣和乾衣機 先開箱 牙刷 應該有兩支 梳 我想都有兩個 牙膏 化妝用具 杯 睫毛鉗 眼鏡 粉底 你這麼熟 玩了這麼多集 我知道 這是棉箱 然後這個微鉗 微鉗 放在旁邊 然後這個是什麼 洗手液 OK 現在都要 萬金油 不可以少 萬金油 也有硬 然後 長年累月都要用這個鎮痛鐵 第二把梳 夾頭髮的東西 木浴爐 這麼多年都是這個牌子 這個高一點要放在上面 第三個 大家留意一下 外國人的浴室和廁所 有些地方是沒有磚的 我們香港就流行整個廁所都是磚的 你看到外國有一邊 牆牆是白色的 那就是就這樣油油 主要就是省些錢 加上你看到這麼大的廁所 都未必會彈到水到牆牆 鴨仔不是應該放在浴缸邊嗎? 剛才聽說是有一個毛巾 應該可以放上來 原來是毛巾 不是皮靈 對,鴨仔可以放在這裡 這麼大個人洗澡都會玩 鴨仔 都是有維他命D 我放在下面 不過下面真的比較差 應該貴的會比較好 現在的東西就這樣 好像全部都放出來 很不整齊的感覺 如果是貴的會比較好 放在這邊 上面也有點亂 不如把東西放進去 那杯子裡 那磅? 這邊 還有兩個 那個... 放紙巾的東西是這樣的 我覺得不要用 我還是喜歡放在櫃桶裡面 好一點 這個應該放在浴缸裡 先放的 我想這個是不是抹地用呢? 地拖桶 先把紙巾放上去 這個才是鮑魚刷 先生 他終於買回合了 對嗎? 待會拿來刷牌 泥呢 泥呢 泥的話... 其實他有個花園 可以放在花園 可能放在小屋子 不過我們應該不能出去花園 有一個花園的 照樣放在這裡 照樣放在這裡 這裡也有一條毛巾 烏衣腩 我還記得 上次我們開了一個 遮桶 當是烏衣腩? 不,多一卷 烏衣腩可不可以放在門口旁嗎? 開不了 有一點點頂啊 待會再撿 沐浴球 可能烏衣腩要放在浴缸尾上 士多啤梨味 上面 可以放在裡面 超多橙 洗衣粉 塵板可不可以? 油順劑 藥丸看起來像 他吃很多藥 這隻鴨子是被寶寶玩的 這個像是寶寶沐露 對 這個要放在架上 這裡也要? 毛巾都放齊了 不是,還有? 放在這裡,要替換 很多,怎樣放? 洗衣機上面可以嗎? 可以放在架上嗎? 又不行 這個架怎麼用呢? 烏衣腩就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其實是洗完衣服 拿去浪衣用的 但這塊毛巾就... 洗衣機上面 搞定 先看 拿回彼薩斜塔 對,只差這個 剛才不是說門口差一樣東西嗎? 耶 我們集體 回來 浴室就搞定,我們就開... 衣帽間 這個衣帽間旁邊就是主人房 大了很多 超棒 但是... 這麼大的衣帽間 我真的要很久放 這些是那些闊太 放在名牌手袋的位置 其實我自己也夢寐以求有類似的東西 你知道放什麼嗎? 對 其實很公平 女士就喜歡有一個... 衣帽間 男士呢 其實真的夢寐要求 有一個大型的飾櫃 放一些高達 這些收藏品 還有我記得我們搬屋 那個搬屋公司 是可以把我們的衣服 連在衣架 一大袋放 很方便 是啊 其中一間是這樣的 超棒 現在這個就麻煩一點 因為拆開了 回來後 又要慢慢掛上去 應該上面放衣服 下面放褲 這些東西又只有兩個人慢慢收拾 我怕你下面不夠位置放東西 有不夠位置就摺 這裡有針線啊 我真的有排放 這次 這個用來照鏡 就是換完衣服 當然要看看漂亮不漂亮 為什麼沒有全新鏡 對 應該把全新鏡都這麼巨型 這個地方 真的不要強迫政 不要強求 要不然天光都拍不完 這隻鏡 OK 亂塞 搞定了一個 真的要很久了 還有呢 還有呢 我們不是有個小櫃嗎 我們可以直接把衣服 和私人物品 連個櫃一次搬走 是不需要逐個逐個慢慢收拾到櫃 是啊 不錯啊 好了 私人物品 開了一條褲出來 我放在那邊 我放在那邊 什麼事 不小心放 尤其是這些櫃 你知道嗎 這些櫃呢 有時候放下放下 它會放在櫃的內 後面 然後掉到最底層 是啊 明明我買了一個新的 有個波點的紅色 去到那邊呢 不見了 原來真的放在櫃底 十年之後才拿出來 是啊 不適合尺寸 繼續夾東西上去 夾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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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碼可以開嗎 我想開 什麼密碼 開不了 你不知道密碼嗎 不,我想把底層放進去 很珍貴 是啊 有些珍藏 不吃得著 差不多滿了 很快很快 跳骨 應該夾不到上去 不夠長 放在地上 買到背包 寶寶袋 要用... 如果有小朋友 帶他出去 背包一定要超大 很多東西 幸好我們已經過了這個階段 我們兩個兒子要自己背背包 自己要帶水 外套 外套 都要自己背 車仔也要自己拿 對,自己的玩具 慢著 櫃子我以為有兩個 有一個人的 哈哈 這麼有趣 他會不會罵我呢 把衣服放在這些位置 首先就這樣放 這本筆記就拿出 好嗎 好 袋子 箱子 就這樣塞在這個位置 這棟東西 再塞在這邊 另外這棟 可以再塞在這裡嗎 我想差不多了 隔慢 放在對方 隔慢的話 我想放在這個位置 好嗎 好 還有隔慢 隔慢應該要這樣 隔慢應該要這樣 拿著它 哈哈 頂上也放不到 這樣才是秘密的 我覺得很正路 很合理的 好 放出去 喂 機師寶就放一本在這邊 不是上面可以放在書 太高了吧 不可以動起它 我們放一本在這裡 這次應該簡單了吧 兩個想法 很快就搞定 開完它就搞定了 書房 下去 糟了 書房我們偷偷陷 哎呀 這個放在裡面 Pinta OK 幸好 這條腸 坐航看街 你不要過街 那些小雞就 看看開到幾隻回來 我想應該有兩盞這些燈 鬧鐘 現在一隻 在下面 兩卷 書包仔 放在下面 好嗎? 好啊 這個東西像放螺絲批的東西 不如放在這裡 嘗嘗 這個東西是放在地上 這個東西放在這個位置 有兩個 左右 一邊 不同的燈 不同的燈 只能夠放一本 另外那邊 不,我要開開 看看還有什麼 香薰座 蠟燭 先放在這裡 掛上照片 哎呀,那隻小蟲 小蟲子 哈囉,秋型蟲 又見你了 有一隻馬 筆就放在筆記寶旁邊 這個小筆記寶 蠟燭 可以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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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床上 又有Wokie Talkie 這個巧克力 其實是不是那些香薰來的 好像是 開到一隻馬馬 我們一會想想放在哪裡 很多隻 可以放在床上 這隻好可愛 整隻企鵝 暖水袋 終於開到一隻馬馬 終於開到一隻馬馬 彈槿 我開完 看看有東西罵我們 這些可以放在下面 然後這個要塞到這邊 頭套 放在這裡 看這裡有什麼錯 電腦 他現在這麼大房子 都要在廳裡工作 真的 這個是放在廁所的 在這裡 這個欄錯了? 難道要對著洗衣機 真的 差一點 給我面子 這個 好容易掉 另外這個磅 他不想我們放在這邊 要移回正 下面有兩瓶東西錯了 放在鏡櫃裡 藥就不想放在地上 所以就放在鏡櫃 浴室 那時候這個東西放在床上櫃 就這樣放上來就可以了 有人在旁邊 這樣拿來就在晚上聊心事 對 因為現在坐在旁邊 不可以面對面 但又有點掛著 對 就用這個對廣機 這本東西我們放在書房 放在櫃裡 對 拆膠 不讓你放在那裡 怎麼搞的你都不用了 我要放遠一點 試一下這裡 還是不行 大挖服了 過不了關 下次都有東西罵 這個東西 等一下 放上去 對 放在後一點 這個 放假頂 放假頂 真的 廚房有東西錯 這個要放進櫃裡 牛油紙要放進櫃裡 這個 放下面一層 成功 哎呀這盆花不可以這樣放 我進去 可以 開不了門 我覺得這個位置很漂亮 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OK 衣毛 哈哈 遮不住 哎呀 隔板東西這麼貴 還要遮一遮 糟了 這個好像還沒開過 是的 快來塞一下 都成功了 好了 叫Boris進來 因為這個BB房 你看看 有些東西錯了 你覺得可以放在哪裡 你看看這裡 是不是塞滿了 是呀 那你睡在哪裡 我不睡在寶寶床 哈哈 這麼多東西 BB床 你覺得對不對 還是 我覺得不對 那些書 那些書當然 它在閃 那你覺得放在哪裡 我想放在櫃桶 你看看 哎呀 有BB的衣服 都好 我試一下 可不可以塞進去 都可以 OK OK 寶寶玩的節目 放在哪裡 可以讓它學一下 Alphabet 放在床上 攤平它 練成第二個床褥 哈哈 真的嗎 試一下 真的打算這樣嗎 試一下 哎呀 這裡還有一塊 變第二個床褥 放在床上 終於把它放下來 放上去 逐顆放 要有時間搞 放完了 但是 有些漏洞 中間不知為什麼 它不讓我放過一些 中間有一條褲子 還有 只放了一半 這裡還有一個 再放上去 鋪筍放在哪裡 梳化那裡 試一下 OK 搞定 哎呀 可惜不夠多 做不到你想做的事 但是 又真的可以放在床上 這些積木 其實搞定了 很快 耶 豬仔 可不可以放上去 其實這裡是不是 你覺得寶寶睡得舒不舒服 哎 竟然會有 貼紙 放在一起有貼紙 好搞笑 真的 他說好朋友 對 好朋友 把玩具放上來 弄得寶寶睡邊 好 只有一個 放這個上去 這個 是啊 嘩 變成雜物櫃 哈哈 哈哈 鋰匙都放在 寶寶床上 哈哈 我們拍完照的寶寶房 不知道會不會 寶寶房變成雜物房 那我待會兒看看 拍照會寫什麼 還有一個地方 想你幫忙 啊 那些遊戲帶錯了 搞錯 不可以放茶几 那些遊戲帶到哪裡 玩完的就賣掉它好嗎 對 賣掉它 二手 這麼多 不玩的呢 對 應該爆了 可能一百隻 但它又不可以讓我們放二手 讓你選擇 讓你看看 放在哪裡 上面 那個櫃上面 那個櫃上面 這個櫃上面 金龍之間 金龍之間 這個位置 是 可以 這個都放在金龍 和怪獸頭之間 另外這兩隻 為什麼會 下面沒事 上面紅 你覺得 我覺得因為遮蓋了電視機 所以人們看不到Movie 看不到Movie 這麼慘 那這兩隻怎麼搞好 放在下面 放在下面 好啊 放在下面 那個櫃上面 上面 上面 最上那裡 不是 最上那裡 這裡 可以 可以 好 等你拿不到 放高一點 唉呀 我沒得玩遊戲帶 唉呀 只有一批 放在最高 完成了 這樣 我們先拍哪個 還是先拍這個 還是先拍剛才那個 雜物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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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全部都猜對了 看看 有個屋的貼紙 他很期待 看見一個寶寶 寶寶 那就是還沒... 出生 還沒出生 放東西在床上 都可以 他出生才拿回來 遲些再收拾 鋪大床 好像很少東西 都收起來了 剛剛搬進來 期待第一晚在這裡睡覺 終於有隻 帶著太陽冷鏡的 雞仔 你見到 對 被你發現有新的 有 1 2 3 4 5 6 10 8 9 9 那隻雞仔 不是10隻 10隻雞仔 很厲害 接著 這個很棒 衣帽間 很多衣服 超多 還有一個 鎖 他說 我們所有的衣服 都有空間 你... 什麼康 你是什麼國籍 我是西班 看不出來 你是西班牙籍 好 然後浴室 浴室 適合家庭使用的大浴室 然後回到地上的圓關位 一進來鞋子可以放得很整齊 新家 好 把遊戲機 遊戲帶 放到最高 讓Boris不能玩 哎呀 但是我可以拿到下面那些 現在多了一個後院 還想養寵物 然後就廚房 我記得Cat說想要一個雙門雪櫃 但是他們就覺得OK 夠大 喂 為什麼1加3等於20 又被你發現了 比上次更差 這個很棒 放得很漂亮 又有餐廳 整個餐廳 最後一張照 我試個餐廳 可不可以煮食給客人 噢 今晚搬進來 已經打算開派對 那應該有客人 OK 玩完 爆機了 2018年 搬了新屋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玩這個遊戲給大家看 搬了這麼多次屋 我們細心看她的物品 就可以發現女主角的成長 不知道大家看看上部 有沒有像玩這個遊戲的感覺 多謝大家看了這麼多集 記得按讚和分享和支持我們 又流風了 對呀支持 說得很辛苦 多謝你幫我呼籲一下 希望大家喜歡Boris的客傳 我們下部遊戲再見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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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